字幕提供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台股直播室成功 每一次 每一次都要成功 剛在節目開始前 富控問我 蕭友民 你不太厲害 我沒有太厲害 他說 那今天到底是要漲還是要跌 我們應該做多還是做空 我剛好看到一則新聞 我覺得滿有意思的 中央氣象局的想法 他說特別是這個禮拜 包括今天 明天都一樣 如果雨 下雨 雨下到哪裡 全台各地它就淹到哪裡 所以代表說 你這篇要很注意 就是說雨就要對 你要提防 下哪裡哪裡就準備會淹水 台北股市也一樣 你說台北股市今 加全指數漲6.10572 那怎麼看 那你就看這支你知道嗎 這支是什麼 這支是筷子 這支假設是個交易量 好不好 我們講過量價 成交量跟價格 叫做同時指標 這個量 這一根 我不是跟你講總量 單一的量 單一分鐘的交易量 發生在哪裡 那指數呢 就在那裡會做出關鍵的變化 就是說這個交易量 在這個點爆出來了 商品價值在這個點的上緣 然後它就是個漲 在這個點的下緣 它就是個跌 所以你就要看單一分鐘 其實全球金融商品都一樣 好 所以我們很快速先看一下 今天大盤的走勢 目前加全指數不錯 漲6點 爆在10572 就是開裝 比如說來 下單下單 做多的就進場 半康的也進場 歡迎大家進場 那就大概開在平盤附近 讓所有人可以進場做交易 那怎麼做 你要等 不要急好不好 你就等 等什麼呢 單一分鐘 最主要交易量發生好不好 所以面對台北股市 我們把從這個角度 跟各位做個簡報 這個是 這是昨天 加全指數 從開盤到收盤的結構 所以昨天只有一個點 昨天這個點非常的重要 這個點發生在 昨天早上的9點59分 這個點也決定了什麼 把過去一整週 包括未來 它告訴你 接下來 你就以這裡為一個觀察點 那稍待我們在稍待節目裡面 持續幫各位做說明 好 我們先看國際果實的部分 因為很重要 所以一定要講 好不好 畫面上你所看到的是 稻穹工業指數 到昨天 不是到昨天的盤中 因為我要睡覺了 所以我趕快指 它不是到收盤 是到昨天晚上 台灣時間的晚上 後來要睡對不對 所以我很快做一張圖表 在早上一開盤跟大家做分享 這過去一個月 過去一個月 每股稻穹工業指數的走勢圖 到昨天這個時間是 在大概11點半到12點吧 我的看法到昨天不是現在 到昨天晚上 台灣時間的晚上 我的看法叫做26156點 也就是說每股稻穹如果可以守住26156 今天早上起來應該就是暴漲 那不只156 那相對的 他如果無法守住26156 那接下來會有一個整理結構 他會形成一個整理 不管是要誘多或者是要架空 他一定要走一個整理 然後這個整理關鍵在26156點 好不好 所以我們來看 我們先看過去這一整個月 我們剛剛講過 雨下到哪裡要提防 淹水就淹到哪裡 那麼金融市場也是一樣 交易量 這支交易量 這支交易量爆在哪裡 它就漲到哪裡 它就跌到哪裡 就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來看 我們看過去這一個月 過去這一個月 一直到5月29號 一直到5月去到 過去一整個月 到5月29號之前 沒有任何交易量比它來得大 就是絕對沒有 所以這一支量在哪裡 這支量 這支量是在2萬5千3百 4萬被掉 25348 這根量 這根量在這裡 叫做2萬5千348點 好 他如果守不住25348 25348就是個壓力 所以持續往下跌 就繼續跌 就一直跌 對不對 可是當它來到了6月4號 六四天安門事件 我不管它什麼事件 過去這一整個月 第一大量是發生在6月4號 第二大量發生在5月29 所以說在5月29號之前 25348點是最大交易量 那來到6月4號 24806點 是這一整個月到目前這一分鐘截止 最大交易量所產生的位置 各位看著它 就靜靜的看 雨下到哪裡 淹水就淹到哪裡 交易量在哪裡發生 它的價格就在哪裡出現轉換 就這樣 一模一樣 你不要亂搖 你怎麼搖 我說一個比較簡單的 這一秒鐘 這一秒 加權指數平盤 我不要講別的 都這麼厲害 都會背天的政地你知道嗎 只有一個人叫做我 我會告訴你 我不知道 不是 每個人都很厲害 對不對 你電視打開嘛 哪一個不是飛天鑽地 告訴你這裡會長 會跌 胡說八道 真的知道嗎 你不用知道那麼多 你只要告訴我 這一秒鐘到明天的這一秒 是漲還是跌 假設現在在10565點對不對 明天的這一秒鐘 在10565之上 還是之下 這樣就好了 我告訴你 沒有一個知道 胡說八道 哪一個知道 我說很認真 有這麼多分析 這麼厲害 搞什麼鬼扯 我講真話 胡說八道 現在10565啊 你就明天的9點07分6秒鐘 你告訴我是在10565之上 還是之下 我跟你說 沒有一個知道 不知道 吹啥在黑白說 不對的啦 你就看著他 不要猜啦 因為我跟各位說明 我猜不到 我也猜不準 所以我保證我自己猜不中 你看很多分析師告訴你 他怎麼講都贏 他都很厲害 你就繼續看嘛 然後你就罵他嘛 對不對 因為他從來猜不到的嘛 那不要 你就用真實的數字 你就看著這兩個數字 還做廟 廟做 我沒辦法 6月4號叫24806 是過去這一整個月的最大交易量 產生的位置 次大量在25348點 對不對 對 所以呢 不就這樣子 因為6月4號的交易量 大於5月29號 6月4號 是大於5月29 所以呢 請問 如果這裡叫高點 這裡叫低點 那是高點的交易量大 還是低點的交易量大 當然是低點交易量大於這個點 你看我沒怪他會去 還不敢說 這樣OK嗎 不要猜啦 猜不到 猜得到那個就不是人了 好嗎 猜得到不是人了啦 人怎麼猜得到 人猜得到變神了 對不對 就變神了啦 那是人 怎麼會是神 那不叫半仙 那半仙不叫江湖術士 我有講錯嗎 你每天在看這些江湖術士 你當時要怎麼贏了 你也稍微尊重你自己記一下 你就自己用看的 自己判別 有什麼好猜的 那不就代表為什麼會有這個多 因為6月4號的交易量大於5月29 低檔的量大於這個下跌量 所以他當然是一個多頭的反撲嘛 那肯定是個反撲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好 再來喔 賞 昨天 這是一個月 再看到第一張圖 再看第一圖 很重要 不要有 來 26153對不對 這爆出最大量嘛 這個量在哪裡 26156 我剛剛不跟你講了嗎 這叫156嘛 所以他絕對不能跌破156嘛 他如果是今天要再去 美國故事今天要去 你先不要關川普 好不好 川普了不起 我覺得川普滿不錯的你知道嗎 還好有川普 真的 不管對美國對全球金融市場來講 有川普是好事 好 我們來看喔 以國際金融市場來看 美股到窮 他關鍵在26156點 所以他如果這個點爆量之後 守在156 那我告訴你 你問我怎麼看 我會認為今天晚上 大概又要漲300點到500點 今天 可是這個點如果沒有守住呢 那你就要去觀察 他會形成整理結構 那這個整理怎麼看 這個整理我會去往前推 前坡的最低點是6月4號的24806點 就爆量所成交的價格 一直到昨天 我講的是昨天 昨天因為在26 156 所以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我講的是本週 從現在開始到禮拜五 他如果上不了156 他會形成這個短區間的一個整理 這樣會合嗎 然後你說蕭雄明 這是美國古事 我們台北古事要怎麼看 台北古事更簡單 你說台北古事更簡單 對 你現在直接看 你漲跌就不重要 我先看有沒有 應該有 好 在9點07分 9點07分 現在是9點11分 我們稍帶來看 來 我們先看 我做圖表做了你總要看吧 不然我常做圖表 你不可以叫我沒說 不然我倒極做 好 來 先看這個 這是昨天 這是昨天 昨天最重要在9點59分 為什麼呢 因為昨天的9點59分 畫面不要走 這支龍這麼大支 這樣可以賣嗎 我還會賭呢 這支漲最大的交易量 爆在9點59分 好不好 9點59分 當時台北股市的報價 在10513點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嘛 量價叫同時 好 在9點59分 爆出這個交易量 然後接下來呢 是不是都在10513之上 沒有錯吧 一直來一直來一直來 一直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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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11點45到50分左右 他是不是又高往下又掉下來 是不是剛好頂到513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你不要再浪費時間 我就覺得不懂 為什麼要亂猜 他是不是守在513 那時候守在513 你覺得會怎麼樣 他就長了 這阿甘不要再說 但這是一天對不對 看完一天 你看完一天 你不用把過去這段時間 拿出來看 阿甘 各位靜靜的看著他 昨天是6月10號 昨天叫10513 9點59分對不對 好 你可不可以看著他獨立思考 告訴我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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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昨天要在10513 他為什麼不在10556 為什麼不在10486 就一定要10513 在9點59分 發生這個主要的一個交易量 為什麼要在513 這叫因果 要記住 這叫因果 保證是513 因為5月31號 台北股市其實只有兩天 一天叫5月31 一天叫6月10號 你現在眼睛看到的 不是我用推估的 而是我把真實 過去這六個交易日 的每一分鐘 各位說一次 每一分鐘 我真實向各位做表達 這個點 叫10506 這點叫10506 昨天9點59分 這個點叫10513 靜靜的看著他 會不會 還沒效我沒辦法 還沒效就是你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還沒效就是你老師的問題 因為你不學一些有用的 你學一些亂七八糟的 你不知道在幹什麼 你這樣看你就天下無敵了 這樣還要人家教你嗎 我請問你 我可不可以在這裡做半康 我可以在5月31號 加半康嗎 就他跌下來506 給他半康嗎 我可不可以在6月3號 加個半康 我可不可以在6月4號 他當他跌破10506 我給他半康 我可不可以在6月5號 當台北股市挑空暴漲 並且跌破10506 我在這裡給他半康 可以就不行就不行 你講講那一天要做什麼 我可不可以在 昨天 加全指數的早盤 這裡10506跌破我給他半康 一樣空啊 為什麼不能 1 2 3 4 5 我一邊贏他30點 5邊 我也贏他105點 你做不贏了 你為什麼不贏 但是他在這裡白了 白了你是不會做多年 不然現在是怎樣 你自己用眼睛看 對就對錯就錯 這樣子還不會做 那你就照著PS來做 PS來怎麼做 兩分鐘後向您說簡報 低症了怎麼辦 一 跑下 二 掩護 三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获得头部萧老师收费讲座 PSY全智能演算交易系统说明 6月16星期日早上10点在高雄 下午3点在台北 请您立即拨打报名专线 0800 555 808 0800 555 808 A++智能演算四大优势 A++智能演算六大安全公式 三十年来城市交易大要进 A++智能演算建议先与服务人员联系 0800 555 808 0800 555 808 获得头部萧老师收费讲座 PSY全智能演算交易系统说明 6月16星期日早上10点在高雄 下午3点在台北 请您立即拨打报名专线 0800 555 808 0800 555 808 您的新台币已经超额 会被海关没入哦 依洗前防治法规定 每位旅客出入国境 攜带超过新台币10万元 需向海关申报 如未申报 超额部分将由海关没入 若申报不时 也会将超过申报部分没入 如实申报 则会退运超额部分 除了新台币 您还能使用其他支付工具哦 每位旅客出入境 攜带新台币限额10万元 106年6月28日起 超额攜带请如实申报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6月11号 今天6月11日 刚才9点空切婚 叫做10562 你就天下无敌了 还做不贏了 我也尽力了 好不好 因为单一分钟 我们剔除开盘之后 我们去看 关键最大单一分钟交易量 所发生的位置跟点位 发生在9点07分 那么它的点位是落在10562 也就是说加权指数今天 以10562 今天大家知道 当作最主要的观察点 那该怎么做 因为在6月5号 如果跌破最主要的观察价 你应该半康 应该半康 应该半康 你就是最大赢家 对不对 这5月31 这6月4号 这6月5号 所以我们来看 你来那厉害 你就每天做 每天赢 如果做不贏 你为什么不改个方式呢 你不改个方式 每天抱怨有什么用 这叫10506 好 5月31号 5月31号 当他守不住506 你把半康列赢 你下车都要全百点怎么会贏 5月31号 你可不可以在相对的高点10496把半康列赢 你贏吗 你绝对赢 你怎么可能不贏 你狂胜再说一遍 这4号 这3号的尾盘4号 这6月5号 这10506是不是在这里 是不是在这里 所以6月3号到6月4号在这里 506以下 把半康列赢 你绝对赢 他为什么赢 他在大楼 我看一次 6月4号加把半康 6月5号加把半康列赢 你绝对赢 你绝对赢 你狂胜再说一次 这4号 这3号的尾盘4号 这6月5号 在这里半康 他又赢了 在这里半康 他又赢了 好来 5月31号 6月4号 5号 好来 5月31号 6月4号 6月5号 你赢了吗 你卖到全胜 你就没做你知道吗 因为你就乱做 你乱做 你是在 好了 你继续乱做 好了 6月10号 是昨天 那昨天这里可不可以空 这里当然可以空 你为什么不空呢 那你这里 昨天这里空 你会不会赢 你肯定赢 那你昨天这里有没有空 有 那你空了之后 他没有跌5、6、10点下来 肯定有 那 你赢30点可以走 3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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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一边没赢到 1234 你没赢四边 没有错吧 就这样子做 今天看 昨天是落在513 好不好 因为这个量 他要往上走 他必须来交代这个506的反压 所以6月10号 昨天 爆出最9点59分 这个量 来交代10506 所以他有什么会去 会去之后 再来要如何 再来你要做到 讲一遍 来 因为有些会员看不懂 新会员看着他 转 转 转 折 好 往底下看 什么叫转 什么叫折 新会员看不懂 我再讲一遍 这里叫正50 这里叫负50 也就是说 好 偏摔 假设这条叫正50 这条 偏摔 由下往上走 对不对 他是不是突破 突破 你要当时放空 这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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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你要等 等什么 他是不是突破 你这里空 这个叫折 厉害吗 这里如果是负50 这条负50 他是不是跌破 就断断断断 等到这个点 这 这 这叫转 他是不是一转 一转你是不是该在这里多 起来 一掉下来 这里 这里叫折 一折是不是把反抗 这样还不可以做 我已经说到这样 来 一 一这个点是不是突破正50 二也在正50 三也在正50 我请问你 那我在一二还是三进场 标准 标准的出手点绝对是二 标准 为什么 因为他由上往下一折 这里往下一折 是不是折在这里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在这里到这里 这五分钟之内进场 这样进场了 台50点 那不贏 哪有可能不贏 你每一笔都赢 你每一次都对 就照着做 台北股市 来 我们看一下今天怎么看 我们是不是讲过了吗 好 现在10587 是不是啦 是 所以 加 9点07分 9点07分 加权指数报在10563 我现在讲的是加权指数 也就是说剔除开盘之后 开盘量一定会最大 一定会最大 然后最大之后交易量会递减 一定是递减好不好 在正常交易结构 一开盘之后 这交易量会递减 那你要等 等地检过程里面 出现单一分钟 一个新的量能产生了 并且突破 突破这个地检形态 突破地检 这支 这支就决定了 决定什么 今天台北股市的企业 所以 今天发生的位置在早上的9点07分 加权指数报在多少 10563 就在这 所以你如果从这里看的话 10563在这里 在这 你知道吗 563之上他会去 你就等嘛 等一正午时 然后台股直播是肯定要成功每一次 这个礼拜虽然下大雨 可是我认为我们说明会 应该办说明会的时候雨会停 那么欢迎各位 稍待可以预定本周说明会的场次 会员上课不收费用 加上 如果说您对我们的系统 譬如说还想进一步了解的 也欢迎各位 您可以稍待 跟我们服务员做个联系 照顾所有的朋友 达到平安 照顺利 感谢你 拜拜 额 tahun 我心连同 为投掷人打造全新的台股直播室 超强名师阵容 直播现场 嘻问及 feedback merged 盘�� 其实为您解答 4月起 明天早上9点开始 正经锁定运动财经台 台股直播室 获得头顾萧老师收费讲座 PSY全智能演算交易系统说明 6月16星期日早上10点在高雄 下午3点在台北 请您立即拨打报名专线 0800 555 808 0800 555 808 A++智能演算四大优势 A++智能演算六大安全公式 三十年来城市交易大要紧 A++智能演算 建议先与服务人员联系 0800 555 808 0800 555 808 我的车啊 油门一吹下去 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得见我的车尾灯 这么神奇哦 很怕很怕 先吹一下 对我那么好 安慰我 麻烦请一下 先生 先生 这么神奇哦 还把警察当酒友 你刚刚造势了 人家是要怎么样看得到你的车尾灯 你这不信心酒厕 你将送你去医院学检哦